鼠蛇人的事业前景一片大好,心想事成。 生肖蛇是大家认为的招财命,不过前几年里,生肖蛇的运势却大打折扣,活得比较辛苦,有点事事不顺的意思,这让鼠蛇人生活尤为不顺心。 而生肖蛇将会迎来一次财气运,让鼠蛇人从这段时间里横财连年,钱多的鼠也鼠不完。 生肖蛇的事业惊喜从天而降,因为贵人的来帮助,生肖蛇迟早都能赚个盆满钵满。 好事全让生肖蛇占有了,顽强的性格能让生肖蛇人逢凶化吉,出去倒霉的运势,贵人相伴,喜事进门,自己也能会成别人的贵人,从此好日子到来了。 鼠蛇的人,心地善良,诚实可信,沉着稳重,才华出众,生活中鼠蛇人不爱出风头,向来都很低调。 但是真若绽放光芒,绝对会成为人群中最闪亮的明星。 这周以后,鼠蛇人运势大开,贵人相助,财库暴升,福旺财运多,日子一天比一天好,惹人仰慕,无人能比。 生肖蛇近期发行财中大奖,日进斗金一夜暴富。 鼠蛇的他们六六大顺,饱受关德天机,极星照耀,凭借好运,有望一改早前一段时间诸事难顺,饱受磨难的情况,近期财富滚滚来,日进斗金一夜暴富,富得流油,自身的困扰能够有大突破。 同时,鼠蛇的朋友事业有望中受赏识,进而晋升不断,往后家中全是风龙,喜事一箩筐。 往后三月,年年皆是福,家中门没光药,子孙长大后都能享福有出息,托他们的福,日子必将守得云开见月明,每一滴汗都不会白流。 鼠蛇人近期事业前景一片大好,心想事成,胜值加薪。 鼠蛇人不可多得的机会,你们命中多颗吉星降临,能够帮助你们逢凶化吉,化险为夷, 心注定是你们展现自我才干,发挥自己潜能的,你们一定能够一飞冲天,飞黄腾达。 在未来三个月之内,鼠蛇的人就能够赚取人生当中不菲的财富,大望,事业前途无量。 其实生效运势的高低,是所有人都无法去操控的,唯有修行自身的智慧,是趋吉避凶的唯一法则。 在这里也分享一篇文章,希望各位有缘的朋友能静下心来,好好的读一读,也许能给你一些简单的领悟或心灵的沉淀,相信这对你未来的运势会有很大的帮助。 近几年,网络上有一个火爆的讨论,下辈子你希望来到人间吗? 这个问题,让无数人都破防了,以至于无数人都感慨,只来人间一趟就好,下辈子就不来了。 原因就是,众生皆苦,人间不值得。 面对高房价,高物价,低工资,996的生活现实,除了精英和有钱人,又有谁能说自己被生活善意对待呢? 所以,抱怨人间不值得,很正常。 只是,心态还是需要调节的。 如果人间辜负了你,愿你能做到这六点,余生就顺了。 一,语气太清醒,不如适当糊涂点。 所谓难得糊涂。 这里的糊涂,并不是一无所知的糊涂,而是历经半生后,看胆看开的释怀。 不论外界发生了什么,我自心安如旧。 现实中有很多事,都让我们气愤,觉得世界很黑暗。 于是乎,人们就会活成愤世嫉俗的模样。 这,又有什么必要呢? 我们本就无法改变现实,那我们生气不就是为难自己吗? 与其为难自己,做些所谓的无用功,让自己内耗,不如活得糊涂点,接纳所不能接纳的现实就好。 活得太过于清醒,太过于理智,并不是什么好事。 人生一世,糊涂点,快乐点,做点自己喜欢的事,才是真相。 二,该吃吃,该睡睡,该玩玩,别管他人的看法。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,生活中就出现了一种名为成功的标准,总是要求人们大富大贵,有房有车,才算是不枉此生。 就是这种极端的成功观念,让无数人都活在痛苦的日子当中。 事实上,这些观念都是精英人为创造出来,让普通人来为他们打工的。 当我们看透了这一点,就会彻底顿悟一个真相,人生是自己的,想吃什么就吃什么,想休息就去休息,想娱乐那就去娱乐,何必在乎别人的看法呢? 别人怎么看,那是他们的事。 我们怎么活,那是自己的事。 二,摆脱世俗的束缚,这人间,才能重新焕发出真正的美好。 三,过好自己的日子,少与人攀比。 你一个月能赚一万元,但你看到别人月入五万,所以你就羡慕别人,认为月入五万的人生,才算幸福。 其实,哪怕你达到了月入五万的成就,你还想月入十万,月入一百万,月入一千万,如此下去,就算你成为了首富,也还是不会满足。 人之欲望,终究是无穷的。 为了不让欲望膨胀,我们所能做到的,便是不跟别人攀比,尽量过好自己的小日子,知足常乐。 四,能赚五千,就过五千的日子。 能赚一万,就过一万的日子。 生活,讲究的不全是物质,还有人之精神的境界。 四,让心平静下来,去品读一本书。 我们不妨扪心自问,自己有多长时间没有静心读过一本书了? 也许,有些人一年到头,连一页书都没有读过。 这,便是造成现代人精神空虚的根源之一。 不去读书,就会让脑子胡思乱想,产生了不必要的内耗。 唯有读过书了,让情绪宣泄已空了,我们的精神才会愈发富足。 哪怕你读不尽什么经典名著,也可以读一读自己喜欢的小说。 至少,要让文字去熏陶自己的内心,不至于如同枯木一般缺乏了水源和生机。 多读点书,多修养自我的内心世界不是为了赚钱,而是为了活得浪漫且有滋味一点。 要知道,每个人的心中都有对于这个世界的浪漫追求。 五,从宇宙的角度去看待这个世界。 人们觉得人间不值得,就容易钻了牛角尖。 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说,钻牛角尖的原因,就在于人们的眼光太狭隘,总是坐井观天。 站在地球的角度来看,所有的钱财名利都显得毫无意义,就连人也显得渺小如尘。 站在宇宙的角度来看,地球也许连宇宙的尘埃都比不上。 我有一个习惯,那就是去看一些跟宇宙和天文学有关的书。 越是接触这个领域的科普书籍,越是有济浮由于天地,渺沧海之一速的感觉。 人,就需要有这种感觉作为支撑,心态才不会崩溃。 不然,总是看着眼前的一亩三分地来做人,把所谓的人间看得太重要,人就会产生执念,走到了死胡同当中。 六,把千古的历史看一遍,你就是怀了。 年少的时候,看上下五千年,觉得秦皇汉武,唐宗宋祖都特别厉害。 长大后,再看上下五千年,就觉得人间一切事,皆是过眼云烟。 秦始皇想千秋万事,没想到秦朝二代而亡,汉武帝想长生不老,最后还是悄然离去。 唐太宗千古无双,也逃不过归去的宿命,宋太祖黄袍加身,不也竹影俯升,七惨而别。 特别有名气的,就被记录在书中。 没有名气的,就被人遗忘。 事实上,不管有没有名气,能否被记录在书中,也只能赤条条来去无牵挂,不见得能带走什么。 百年后,无你也无我,就跟没有来到过这个世界一样。 如此,在活着的这个过程中,我们为何不活得尽兴一点呢? 以上资料来自于网络,那么分享就到这里,天道酬勤,要记得,机会永远是给准备好的人,祝福各位亲爱的朋友,福气满满,财气满满,身体健康又逍遥,下期见。